小時候的夢想就是要把它實踐 就是直接衝到地 壓力真的很大 我覺得工作形勢有轉換 我覺得業配變少不是因為停更 是因為趨勢在改變 因為在停更之前 就差不多也是那樣 因為現在也沒什麼東西要花 所以我就會減少自己的慾望 那我發現減少自己慾望之後 你自然就不會覺得 跟以前有那種比較的感覺 邏輯上盡力好像差不多 營業了可能一定會有影響 這多少一定有影響 但是因為我的體感上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對吧 可是你們已經財富自由了 賺多少錢 等一下 千萬不要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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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沒工作了 千萬不要這樣 沒有 沒有 我還有房貸的壓力 而且我爸媽還要讓我養 然後我爸爸又生病 然後我子女又去澳洲打工 我姊姊一個單親媽 不是單親媽 我講錯 我講錯 我姊姊她又是一個二度就業的婦女 所以我們都很辛苦 你那什麼是哪些孩子是什麼 他們是買三戶 他們自己一個人一戶 然後爸媽也有影響 都住在一起 就是住在一起 對 對 小時候的夢想 素學好 真的是夢想 真的是夢想 超級新鮮的 你不膝 是三 三 四 三 不是 素學很好 對我滿平衡 我爸媽那一間還有我大姐跟二姐的房間 雖然說他們不常來 小時候幻想的 就是要把它實踐 所以那時候我弟邀請我這麼做的時候 我二話不說就說好 就是直接衝到底 壓力真的很大 現在唯一的快樂就是下樓吃我媽煮的晚餐 今天很近 很近 就樓下 就坐電機下去 對 很近 電梯大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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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去買到哪一層 買一個現實 林口 在民視附近 好了 夠了 我沒有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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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快趕快 沒有耶 他到昨天還在跟我講說 他超不想搬家的 因為他原本住在那個舊的傳統公寓 他就說我住這樣子習慣習慣 所以我昨天其實才跟我媽深度對談 然後我才了解到 其實對老人家來說 他要的都不是這些物質 他只是希望我們小孩子在旁邊 然後健康快樂 所以住在哪兒 對他來說沒差 結果最後我就 話題一轉我就說 那你 我把他把他弄掉 沒有 你很會 你很會講 我就說你看 那你兒子現在不是跟你住在一起 那你不覺得這個就是夢想成成 然後他就笑出來 因為我原本跟他聊說 你看這些新的大樓都有電梯 最主要是許爸爸 因為重風 對 他已經沒辦法了 時間點很剛好是我爸剛好生病之後 剛好房子他就交屋 剛好就可以住 他就不用走樓梯 所以這樣是媽媽 單下那個照顧爸爸的地方 對 因為他們每天就這樣 媽媽比較辛苦